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是一个文章还是一部小说 想完成一部作品 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这样一个愿望 那么这个完成一部作品需要一些什么要素 一些根本的要素 我认为很奇怪的是 我们的文学课上 我们的语文书上 还有这个文学的课本上 不怎么讲创作 都是讲一些道理 不怎么讲创作 我认为创作本身很重要 就有一些很重要的道理 从来没有一个教科书上在讲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今天下午也是 今天上午我参加一个研究生的论文答辩 也是很郁闷 我说了几句话 我就说学术应该还是要反腐归真 有人说的话还是要让人听懂 这个做论文的同学 以为我是针对某一个人讲的 这个人就很激动 就觉得我受伤害了 受不了 哎呀 我说我完全一点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说 大家把话回到这个汉语当中来 反腐归真 不要这么脆弱 所以越是这样嘛 我就越担心 因为一个学问已经把人做得非常的脆弱 还不能说 一说的话就更激动 你说这是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 有时候就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晚说不如早说 我们今天就从一些根本的话题来说起 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叫 走向内心 走向内心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讲一个大的文学题目的时候 文学是一个大的课题 但是呢 小学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一点都不讲 大处左眼小处左笔 就是这个大跟小的关系 我们要讲到心灵深处最深处的那个声音 要讲到人类文化文明最大的那个主题 但是怎么样呢 要把这个主题变成一个小的具体的东西来讲 所以这个《红楼梦》 我见到这么多红学家 当然我是外行了 他们就没有讲到这个最根本的一点 《红楼梦》最根本的一点 上来就把文学的真谛已经说清楚了 这么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 我就没有看到一个红学家谈论过这一句 总是在那里研究啊 这个人是谁的私生子 那个人又是 这在电视上讲 我觉得对这个民族是有害的 那么《红楼梦》一开始 非常明确地讲 《女娲补天》的巨石 多了一块 《女娲补天》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民族最早的一个神话 而这个神话揭示的是什么 揭示的是英雄 揭示的是鲜明 内心深处的一种最大的一个情怀 要补天 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一个胸怀 什么样一种理想 什么样一种志向 这么大的一个主题 这么根本的一个主题 怎么办呢 我们写不了《女娲补天》 《女娲补天》 也是文人不能够承担的命运 文人想做做不了这个事 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转世历练 在大荒山无际啊 变成怎么样啊 说成善罪大小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宝玉啊 含着一块玉来到人间 这个玉上面写着 莫失莫忘 先受恒娼 这个玉是哪来的 大如雀卵 这个有这个五彩斑斓的 这个特别璀璨的 这样一个通灵宝玉 哪来的 是大的 《女娲补天》的巨石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这段话 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文学是写大的主题 是把大的主题 大而化小 理解吗 是把抽象变具体 把大的变成小的 这样才能 才好写 否则你写《女娲补天》 巨石 没了 那是什么 那是神话 那个是历史 那个是幻想 文学不是这样 而且要到 红尘当中来历练 所以你们看文学的真谛 文学是什么 是怎么回事 就看《红楼梦》 这一页就好 就是一个大的主题 变成一个小的 具体到一个人 一件事 一块玉上来 然后再由这一块玉 这个人 他在红尘当中的一点 继毛蒜皮的琐事 来反观大的主题 所以为什么文学强调 走向内心 为什么文学强调的是个体 而不是群体 你说 你说我想描述 这个时代 所有的人的梦想 我想 刻画 再现一个历史时代 那怎么说 方法是什么 思维方式是什么 首先把你这个大主题 具体化 如果这个大主题不能具体化 就别写 就写不了 大主题 一旦具体化了 这个文学的感觉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 就是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 这个艾略特 他说文学的感受啊 要让人们如闻玫瑰花香那样 直接的让你闻到 而不是说 让你想到 悟到 猜到 都直接闻到 那么具体 就像萨福 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 她写一首诗叫新娘 她说就好像 枝头 一只 可爱的红苹果 被采摘的人遗忘了 不是遗忘 是够不到 就两句话 她就把新娘 古往今来的新娘 古往今来的这种 既矜持高傲 又 心里面又感到寂寞 落落寡欢的 这样的一个新娘 就是这个 少女的这种情怀 就写准确了 像枝头的一个红苹果 高挂在枝头 被采摘的人遗忘了 可是转念一想 不是遗忘 是够不到 她这种心里 又高傲 又冷漠 这个心里 她如果用抽象的词来讲 既高傲 又冷漠 又冷落 又想去恋爱 又不愿意丢掉自己 这份矜持 那就不是诗歌了 那就是抽象的 她就做了个比方 都讲清楚了 像一只红苹果 那么同样 《红楼梦》上来 她想写一个大的主题 一下子就落到一个小的地方 所以文学是什么呢 文学就是人们内心深处的 真实具体的感受 而这个真实具体的感受 看上去很小 很个人化 但是一点都不小 另辟蹊径 我们现在来举例子来讲 我们讲最现实的例子 比如 这个 上海办世博会 我前一阵去了一趟上海 哎呀 到处在宣传世博会 我就想换一个 不是世博会的频道 我本来很感兴趣世博会 到处是宣传世博会 我就有点反感了 那我想找一个 哎 我一播播到一个什么呢 讲一个奥运会的一个舞蹈演员 叫刘延 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她从舞台上摔下来 大家知道这个人吧 很不幸 就中国最优秀的女舞蹈演员的 最优秀之一 她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从高台上彩排的时候摔下来 高位结坛 高位结坛 就从一个最风光的 最荣耀的 最得天独厚的 这样一个天才级的女演员 一下子跌落到谷底 高位结坛的一个残疾人 做他的采访 这个人心态特别好 而且非常会讲故事 他就说 我尽量要摆脱自己内心的阴影 尽量要像一个珍藏的人 我就来看 开幕式 看世博会的 看其他的节目 他的同事都说 你要勇敢一点去看 他说我就来看了 坐在那里 可是看到舞蹈演员出场的时候 看到他们踢腿弯腰的时候 尤其伸展他们修长的腿的时候 他说我受不了 我不能再看下去了 所以这种心理是什么 文学就是这个 文学不是奥运会的大场面 也不是世博会的那个 那个万家灯火 那个彩排 那个壮观的景象 文学就是一个 在这个大的场景当中 遭遇不幸的一个小的个体 它的微不足道的声音 理解吗 文学 如果我们今天说 我们带大家 同学们 我们像小学生 我们去写作文了 写一个奥运会 大家写 啊 这时候 这个什么 多少灯火 多少 多少这个 盛世繁荣的景象 那个就 这个作文就不及格了 我就觉得 这不叫文学了 因为报纸也都会写 是吧 写大场面 所以你写的怎么精彩 如果我要是 作为一个小学生也好 作为一个什么人也好 普通人 我要做文学工作的话 那么整个 我写 开幕式 我就写这个留言 写留言的内心 这就是文学 理解吗 看上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但是文学恰恰就瞄准的是个体 内心 人心 因为这看上去 小 其实大 因为这个孩子 他是为了实现奥运的梦想 但他摔下来了 大家在欢呼声中 没有人真正的去理解他 和他一起共命运 而像这样的人 默默地牺牲掉的人 很多就不提了 而文学恰恰就是要提人们 最不愿意提的那件事 就是中医上讲叫点穴 就是人们心中的那个痛 隐痛 那个最不愿意提的 文学就不讨人喜欢 文学专门就要戳人的痛楚 如果你去讨人喜欢 那个不是文学 就是戳到那个人的痛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要送给大家一本书 我这句话含在嘴里好久了 我一直没有说出口 因为我怕我做不到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应该做 什么样一本书呢 这本书的名字叫 《我的勇气就是找到你》 说的是一件什么事呢 跟大家一样的一个普通的孩子 他十二岁那年 父亲去世了 父亲去世了以后呢 这个父亲这个字 他就不能提 因为一提他就想 他就悲伤 然后他就不能提父亲 而且这个人性格就比较忧郁 比较内向 性格就比较内向 总而言之 等于就成了一个 心里面的一种痛啊 一种疾病啊 所以我就在这儿跟大家讲 文学不是说 告诉人们说 我们强大 我一个强大的人 我能搞文学 我一个人心里面又有隐痛 我小时候失去了父亲 我性格上又不够坚强 我又很内向 我连父亲这两个字我都不敢提 我见到人我都害羞 文学这么难做的一件事情 轮得上我吗 错 恰恰相反 文学是送给弱者的礼物 是送给那些心里面有隐痛 心里面有着美好声音的 微弱的声音 微弱的心灵的声音 文学是这样的 不是那个铁壁鸭铜目 不是那个好莱坞的那种大片 觉得我们有多么发达的肌肉 多少金钱 多少强大的权力 更不是权力 更不是金钱 也不是欲望 文学是一种 我认为是上帝给弱者的礼物 就是说帮助他们 我接着讲这本书 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 人群当中普遍的心理 包括我也有这种心理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弱者 我们在生活当中 甚至一无是处 就有一点点是处 那一点点还那么渺小 还老受到打击 我们就一点文学梦就碎掉了 可是文学恰恰就是要保持 这个心中的隐痛 那么这个我的勇气 就是找到你这本书 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告诉他 我接着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你是谁 就是不敢面对的 荒凉的悲凉的雇员 就是不敢面对的 已故的父亲的英容笑貌 就是不敢面对的 亲人的爱和那个 故乡的童年 给他带来的幸福和痛苦 所有这些 大家就哎呀不要提了 这个提的我受不了 可是文学是什么 或者说真正一个人 要解脱自己 要解放 要变得强大 就是我的勇气 就是找到你 我就面对那个 我最不敢面对的人 我要面对我死去的父亲 当人们拿出 这个勇气来的时候 突然父亲复活了 你也强大了 这个世界都改变了 这个普通的一个人 他写了这本书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强大的人了 他就变成了一个开朗的人了 他的父亲就复活了 他的父亲在梦里面 总是送他礼物 给他微笑 原来他的父亲 在梦里面总是责怪他 他心里面很怕 理解吗 我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 我不知道这样说 大家是不是有兴趣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下次把书带来 你们是不是有兴趣 是吧 我是 实际上是一种冒险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 我把你们当朋友 所以我下次 你们来多少人 我保证可以每个人 送给你们一本 这个 我说到做到的 这个不是一件大事情 就是人做事情 要有一点勇气 不在乎多少力量 但是要有一点勇气 这个勇气呢 就是讲人们内心的 就是人们发现内心宝藏 其实不是需要多少智慧 也不是需要走得多么遥远 而是反过来 走向自己的内心 梵高到临终以前 他还觉得自己 眼看就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了 他离艺术家还有一段距离 我不讲这个了 我就说我回过头来 我讲大家一个身边的人 这个人默默无闻 没有人认识他 而且这本书 我告诉大家 非常的珍贵 为什么珍贵呢 因为印数很少 只有两千册 这个世界上这本书 只有两千册 还有一千册 堆在我的家里面 什么意思 但是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个东西不好吗 不是的 不代表这个东西不好 理解吗 就是说 这个世道就这么荒唐 好的东西呢 没有人买 想买好东西的人 到书店里找不到 而真正好的东西呢 你没有人买 没有人出 到已经很悲哀了 最可怕的是 没有人写 更可怕的是 没有人想 没有人敢往这方面想 我这点事 我自己心里面这点悲伤 写出来谁看呢 你们要是愿意看这本书 就说明你们每一个人的悲哀 都有陌生人跟你们产生共鸣 理解吗 就我的勇气就是找到你 这本书给我也很大的启发 我一看这么好的作品 我不细一切 我要把它印出来 我要把它存下来 我送给你们 就是保存这本书的一种方式 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放到我那里 我那个房子不值钱 万一哪天着火了 这个书比我的房子值钱 理解吗 就是说大家保存 尤其保存在心里面 将来可能只剩下一本了 我们都没保存好 我们在座的只有一个人保存好 来传给他的儿子 他儿子又传下去 这本书就活下来了 就是我就用一种最原始的 没有办法的办法 来战胜所谓现代文明的强大 就是说人们真正的 我告诉大家 我要向大家传递一个声音 也给我自己实时传递这个声音 就是永远要相信 自己内心这个微弱的声音 是强大的 这个世界上是有人跟你有共鸣的 你要怀疑这点 文学跟你再见了 你也跟文学没缘分了 你只要相信这点 文学永远就是跟你铁定的朋友 他不会抛弃你的 因为你相信这个微小的声音 这棵草 这个牛皮菜 这个小姑娘梦里面父亲的身影 它是珍贵的 它是人类的宝藏 我个人生命的宝藏 所以我就感谢 我拿出勇气 我的勇气就是找到你 找到了 我不敢面对的父亲和故人 这个时候 每个人就因此变得强大 我要找不到你 我就迷失掉了 我要背离你 我就背叛了 这个是我在生活当中 真实的一个体会 我们接下去讲 这个话题有一点沉重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现实 你们看过傅雷家书没有 我们还是在讲这个话题 傅雷家书写得很好 但是傅雷家书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了以后 心里面就很堵得慌 因为傅雷的死 是吧 大家知道 傅雷这个大翻译家 他翻译的巴尔扎克 罗曼罗兰 也许翻得特别好 傅雷先生 是在文革期间和他的爱人一起 两个人一起自杀了 扯了一根床上 扯了一根白布条 两个人一起上吊 死得很惨烈 上海音乐学院的那些人 来批斗他 折磨他 他扛不过去了 我一直到前两天 看那个电视节目 我才发现 他以前也受折磨 一直扛过去了 怎么突然就扛不过去了 他临终以前还写了一个遗书 十三条 就是说 谁要怎么样 剩下的一点遗产 全部给保姆 因为他是劳动人民 然后谁家的东西 放到我们家搞丢了 是因为抄家被抄走了 一一的对朋友亲人有个交代 但是他这么十三条 没有提他的儿子 傅聪和傅敏 傅聪跟傅敏 就是在傅雷先生 和他的妻子上吊之前 傅聪 叛逃了 真正意义上的叛逃了 什么意思呢 就当时国家派他去波兰 去学习钢琴 他在波兰也获了国际大奖 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 发动了以后 要整他 他父亲也快不行了 叫他回来 他不回来 不回来 觉得波兰不安全 是社会主义国家 他逃到英国去了 坐飞机逃到英国去了 以后就 再回来的时候 父亲就死了 所以他现在在 经常回国举办音乐会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八十年代末左右 我去海淀影剧院 参加过一个傅聪的音乐 钢琴音乐会 我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 我们文学都讲小事情 他弹了一些钢琴协奏曲 我音乐我也是门外汉 我听的也觉得挺美的 也不太熟 结果呢 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呢 他又弹了几个中国的曲子 弹那个赫鲁丁的 我们都是声枪收 结果一弹 中国人像我一样的观众 就很熟悉 很高兴 一下子就鼓掌了 哎呀 好 就鼓掌 这个傅聪马上站起来 停 你们不要鼓掌 你们鼓掌我就不弹了 大家都不鼓掌 他就继续弹 我转身就走了 我不要停 因为我觉得 在艺术之上 在音乐之上 还有一种人心 一种文化 你要懂得尊重 一个人 在欣赏到美好艺术的时候 每个民族习惯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 梅兰芳这样的人 唱歌唱好了 他说好 好 梅先生很高兴 是不是 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习惯 西方人听得好 默不作声 沉着声 假装就没感觉 就沉出去 中国人好 就叫好 叫出来 这是一个民族习惯 这是一个民族习惯